网友在机场偶遇了黄磊的女儿多多 多多身穿黄色T恤 拿着价值3000的头戴式耳机 一个人在等行李 据悉 今年17岁的多多 已经申请了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下校 西北大学的最新的世界排名是第47位 而我们国家的复旦大学位列第48位 有网友说 多多申请国外的学校 是因为他压根考不上国内的名校 毕竟娱乐圈确实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火箭少女的段奥娟 一考考中传 中系全都落榜了 最后就去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了 看着学校名头挺唬人 但实际是考不上国内的大学 也有人说多多很厉害 毕竟美国名校的申请还是挺难的 其实黄磊送女儿去美国 绝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早有规划 早年间 黄磊和老婆孙丽一起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参观 就是古爱玲考上的那所大学 黄磊在斯坦福说 这是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孙丽你有什么想法 孙丽说 我回去一定会强迫他学习 孙丽还对多多说 不要做最后一个上车的小孩子 其实从黄磊对多多的教育可以看出 他们的方式是很西化的 理解女儿早恋 允许女儿染发戴耳钉 让女儿化妆 从多多小时候开始 就培养她的英语技能 让多多指导全英文的话剧 让多多开办英语会本账号 让多多参加世界级的钢琴比赛等等 美国大学本科的申请 不仅仅是看成绩 还要看学生的课外活动 而多多的丰富经历 就是她申请美国大学的最好资本 在美国读大学 就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吗 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且宝贵的机会 但对于明星级富豪这类上层阶级来说 在美国读大学 就未必是更好的出路 举两个例子 一是李勇的女儿法麦图 法麦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比西北大学更牛 世界排名第23位 她精通五国语言 还擅长芭蕾 钢琴 写作 作为名校毕业的学霸 且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法麦图 她应该不用担心找不到好工作 这页面也十分广 但偏偏 法麦图要跑到内鱼出道 要当明星 在内鱼 并不是谁学历高 谁家境好 谁就会更火 明星想要红 需要综合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外形 演技偶尔唱功 运气 背后的资本等等 要论学历 华为小公主姚安娜的学历更亮眼 因为她毕业于哈佛大学 学的还是电脑工程和统计数据专业 跟家里的产业相当对口 按理说 如此高境界人才 应该投身产业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但姚安娜却选择放弃 在哈佛学道的一身本事 转而在娱乐圈当个相貌平平的小透明 姚安娜是为了钱吗 她家已经足够有钱了 她在娱乐圈赚的那撒瓜两枣 都配不上她家的冰山一角 那她屠啥呢 可能是向往成为明星的光鲜吧 说回多多 虽然外界一直猜测 她以后要进军娱乐圈 但黄磊和孙丽 从未正式回应过 只能说 黄磊和孙丽按照自己的设想 一步步完成了对多多的教育 并且把多多教育成了世俗眼中的 多才多艺 懂事听话 成绩好的乖孩子 至于她的人生究竟该怎么发展 希望多多能自己做出选择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